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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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出版連中一有新車 我們就會第一時間幫大家第一手報道 所以最近出片量很大 可是出片量很大我就被製作人虧啊 他說你為什麼不跟大家呼喚一下 這個影片的正下方下面就有Super Snow Show 訂閱按一下 然後旁邊小鈴鐺按一下 大家幫我一個忙好不好 因為跳出來呼喚如果訂閱人太少 我一定會被我們製作人笑 好啦不開玩笑了 這一次的RX一共有四個動力 再從豪華、頂級、旗艦 還有EPS4、Performance的選項 一共也有十個選項 老師在講你要聽 我們會好好幫大家報導清楚 11月23號是正式上市 到時候公佈售價 我們也會一併的來告訴大家 今天的留言很重要 你留言告訴我們想知道什麼細節 我們就在試冊的時候幫大家一併的報導起來 今天現場會有兩台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到這個信義區來瞧瞧 分別就是 Lexus的RX車系裡面第一次看到的 RX500H的EPS4 Performance 這個名字也很長 還好我的氣有煉足 一斤外頭有另外一台喔 也是在RX車系裡面第一次看到的 RX450H Plus 多了 Plus 代表什麼 就是第一次看到的 插電式油電車 兩台車光是外表 跟它的動力都有很大的差異 我們當然就先來看看這一台 RX500H的EPS4 Performance 第一個喔 如果你到時候看我們的記者會上次的報導 到時候全車系應該都會在 你就會發現外表很不一樣了 身為EPS4呢 基本上呢 它就會有上下跟車身呢 同車色的狀態 如果呢 你這一次的車子選的是綠色的話呢 它就會跟的是綠色 選擇這樣還有一件事情 就是車色有11個顏色 所以我今天穿綠色呢 就是來呼應那個大地綠 因為今天大地綠不是 但車色非常的多喔 所以可以選到一台你真的喜歡的RS 身為EPS4呢 格紋上面也不太一樣 不太像叉叉 但是交錯狀的 然後呢 因為它是EPS4的規格 所以呢 你會看到這個是黑色的 就不是鍍鉻囉 但是呢 因為 我叫做EPS4 我的黑化要多一點 所以它的自己開的 就比較大塊一點喔 這是我們目前看到的喔 這裡呢 就是鍍鉻條 車頭呢 整個的那個shape呢 非常的有家族的樣貌 但是跟過去不一樣 感覺變得更年輕 所以廠灰有點往下移 所以你會覺得車子很低趴 再往前衝的感覺 燈呢 在這一次也是一個很重要 可以強化的重點喔 當然呢 有智慧的燈是一件事情 再來就是造型 怎麼越做 感覺越來越漂亮 越來越做工複雜的感覺 但是你會覺得車子買下去 就喜歡開出去 讓大家瞧瞧 身為371匹的 F Sport Performance 它呢 也搭配了油電 再搭配了這個 新的引擎科技 所以呢 這個動力是很足的 輪胎鞋子也要換好一點 對不對 這一次在RX車系裡面呢 不單單是指我們這個500H喔 RX車系裡面呢 這一次的輪胎呢 只有兩個選項 一個是19吋 一個是21吋 也就是你豪華以上的選項呢 都是21吋的 那F Sport當然就21吋 它配的就是米其林的Pilot Sport 4 給SUV用的喔 所以呢 到時候配起來 我相信這台車 應該一些熱鞋的男人會很喜歡喔 那再來看到線條呢 有一些黑化 所以感覺比較好看 那也有F Sport的樣貌 但是它的窗框邊呢 還是有一種霧黑的烤漆感 那因為它呢 算是軸距2850mm 基本上開起來 它是比較大台 但是不會覺得大台到沒辦法駕馭 整個車長快要接近5米了喔 我記得好像4800、4900 這麼大的車長 它就要透過設計的巧思 讓它看起來不笨重 所以在後面這地方 還是用黑色的方式 你會覺得好像有那種懸浮的感覺 它是這個正修旅 所以坐在裡面呢 空間也很寬 等一下做給大家看 它的造型給它 Leg Coupe溜下來 尾巴收得漂亮了 折線的話呢 剛剛呢 在引擎蓋上面看很大的折線 但車側也是喔 前門板的地方呢 給它內凹個明顯 上面這也是往上衝上來 所以會覺得 不是大修旅的笨重感 反而覺得蠻有一種跑旅的感覺 在這個地方也是做跟車身同色 但是它還給它這樣出來耶 這怎麼很誇張 它還有一塊這個耶 一樣有黎衣Ledge 就是如果有人跑過來 它就Sensor到你 你要開門它是不讓你開的喔 這些都是接下來試車 都可以幫大家一一來試喔 尾燈好好看喔 有點霧黑吧 它的尾燈呢 做工真是細膩耶 像是箭矢的感覺 往前面 然後往中間 立體的往外的這樣子 就會感覺 這個羽毛外面還有一層喔 很好看 重點在於呢 它的兩個後尾燈 中間還給它貫穿過去 這幾年真的是爆炸大流行的 因為這樣整個連成一氣 你會覺得有先進未來的那種感覺 再加上Lexus這個品牌呢 透過個別的智灰把它擺上來 簡潔大方 然後後面呢 有一個上面的小尾翼 下面是這樣溜下來的齁 但不犧牲裡面做的空間 但是在尾箱的地方讓它溜下來 營造一點點動感 這裡寫RS500H Direct Ball 因為是F Sport 所以跟車身同色都做呼應 所以包括了它的屁股也是跟車身同色 只有在這個地方做一點黑化感 讓大家知道 我這個叫做F Sport Performance 來開一下後箱 開口絕對很大 因為它都到RS的車格了 這年頭的SUV如果不平整 大家都會生氣 我說一次要開出去 一定要防刮 直接坐上來 瞪一下就上來 OK的 如果你要用的話呢 其實這裡打開來 有收納空間 再往後 它做了好多的分層 讓你的東西啊 還有你一些維修小物可以收納 要看到用車的細節呢 盡量留言 因為到時候 勢必我們可以再試車 基本上試車的感覺 我們也會第一時間跟大家分享 因為太多的動力啊 還有不一樣的規格 所以真的是介紹不完的 這開口很大 這裡還是有個站板 但是你還是可以拆掉 身為Lexus豪華品牌的大的旗艦修旅 像我今天穿來一身綠 不只是因為大地綠這個呼應 又有這種車色 RS車系算是 Lexus休旅車裡面的長青樹 大家看到一下說 我是聖誕樹 好 不管什麼樹啦 長青樹賣得很好 它就要做出一些 有質感的細節對不對 這裡有兩個電動 按一下呢 它就會往前 營造出 如果這台車是需要再加具的話 或者長一點的東西的話 按一下就好 然後再來就是 車子裡面的配備囉 進到車子裡面啦 身為休旅車就是有一種 君臨天下 而且頭頂呢 離車頂高非常的遙遠 尤其我有天窗喔 頂規有天窗 我覺得很棒喔 那當然在車室裡面 熟悉的Tazuna的設計 還是要有的 所以呢 它會有點繞著駕駛的駕駛導向 所以有個大的弧度 包括了儀表板也有大弧度喔 我們來盤點一下 這一次的Lexus的第一次喔 像是這一次 第一次出現了 500H F-Sport Performance的規格 第一次在RX車系上面呢 有450H Plus 也就是Plug-in Hybrid喔 這都是第一次 以及我現在這一台 500H的F-Sport Performance裡面 也第一次有 DRS的後輪轉向 因為這麼大台 動力到371匹 它需要是更靈巧的過彎 更靈巧的激情操架 它都不用擔心 以及第一次在我們這一台上面 我已經371匹了 所以第一次有跑車聲浪 ASC可以做學車 其實它自己已經夠消光了對不對 好 我來整理一下囉 這一次在豪華以上呢 都可以在你的方向盤這裡 做一種輕輕的滑過 它就有感應的這種 叫做追跡 那因為我現在這一台有抬頭顯示器 所以我很清楚呢 透過我這邊旋啊 就轉 上面有兩個點點 你可以自定義東西進去 然後下面MODE我就按下去 調整我的適應器巡航模式 然後或者是左邊我要來跟車 它就寫跟隨的距離 你就按一下 要近要遠的 直接按就好 包括前面喔 我的巡航模式 跟下面的LTA 我可以選擇開跟關 不用像以前 還要去研究什麼 就直接按了 然後左邊這也是喔 連音樂喔 Audio你可以選喔 然後上一首下一首 模式 這些全部可以在這裡做切換 所以你可以很專注在開車上面 這個椅子呢 它是八項的電動調整 所以呢 我可以這樣 往前往後八項 兩項的腰靠 就是如果我真的是偏瘦的話 我也可以做一些調整 那你要上下都可以來移 其實它在空氣上面也是可以讓你做選擇 像我們看到NX裡面的豪料通通有喔 這一台的椅子呢 上面還有一些橘皮 它是AF Sport專屬的座椅喔 我還可以選兩個顏色 有紅跟黑的選項喔 那其他的車子可能包覆性沒有到這麼的強 因為畢竟它動力比較大 但是呢它有不一樣的顏色選擇 你還可以選棕色你知道嗎 再來一件事情呢 就是我的這個豪華以上啊 都很大方 給到就是Mark Limbusson的音響 如果你是入門的話 其實我覺得也不差齁 就是Lexus的音響 它有12GB的揚聲器 但是當你到了Mark Limbusson的時候 21GB 你會聽起來 噔噔噔噔噔 聲音非常震撼喔 那當然之前我們在NX上面看到一些很棒的好料 還有安全的配備呢 這台車也是全部有 門檻這裡還是有寫著F-Sport 很漂亮對不對 比較特別的就是 充電的部分啊 我一樣還是可以直接放在這裡 它的試蓋呢 因為叫F-Sport 它給它直條紋的很漂亮 然後一樣呢 你可以做一些你平常時 比較彈性的一些運用 包括你可以左開啊 然後你可以右開啊 我們來後座看看它的空間囉 因為是F-Sport 所以呢包括我們剛剛看到的旅圈 它是熏黑的很漂亮對不對 那我剛剛坐前駕駛座的想到 我的那個腳踏的那個金屬踏板 也非常的漂亮 有動感的感覺 但坐後面的人呢 是舒服的喔 一樣有幾皮 那你會覺得 蠻輕膚的 那調整上面呢 我用電動條 你看它可以再往前再往前再往前 然後我往後 有夠躺的 那我好好睡一覺 真的很舒服 那有一個很棒的配備 就是我剛剛在前面駕駛座的時候啊 我往往上面一抬頭呢 就會看到後箱有人打開 它後面有一個電子後照鏡 所以你很清楚的可以透過螢幕 清晰的看到後面發生的事情喔 那也是一個很新的配備 那這一次的儀錶板 我們剛剛看到了 F Sport的不一樣 一個弧度 裡面呈現就是F Sport專屬的樣式 但是呢我旁邊大的那個螢幕啊 豪華以上全部14吋喔 也就是這一次的RX呢 是滿滿的好料 那已經講那麼久了 我們現在該去看一下那一台 第一次引進RX裡面的Plug-in Hybrid喔 走 F Sport專屬的樣貌當然是帥 有黑化呢 絕對有一種動力補充感 但是我挑了一個是 身韻藍的顏色 遠看有點黑帶藍 好啦現在沒有F Sport了 但是是不是覺得也是超級帥的呢 下面呢繞著下寶的地方 它就是黑色的 這個藍還有另外一種更藍喔 年輕一點的藍 這個是沈穩的藍 還有另外一個叫吉彥藍 還有一種大地綠喔 不是像我這種綠 是比較均綠的感覺 我覺得看照片很漂亮 黑色有新衣黑啊 還有這個星燦紅啊 金耀輝啊 還有LFA白 不管是什麼樣的車色 搭上去就好看喔 那現在沒有F Sport啦 它是有點像是打了好幾個叉叉 就是比較像零格的感覺喔 因為我剛剛說的廠輝往下 它會變得比較低趴一點 所以呢它跟車身同色的這一塊呢 也把它延伸到水箱護罩上面 所以水箱護罩自己本身呢 是變空出來的零格 然後跟車身同色 你看這個折痕啊 線條感非常的銳利喔 很清晰 那頭燈呢大家有沒有覺得很好看 它也是往中間靠攏的齁 那種靠攏的效果 會真的覺得車子很集中 當你在動態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全心一致的往前衝的感覺齁 輪胎呢一樣是21吋喔 可見這一台是頂規的 我的車頂上面有天窗 頂規就有天窗啦 那我們現在的鏈鏈 是不是跟剛剛運動化一點的熏黑感不一樣 但是基本上我覺得雙色也很好看喔 下面這裡啊 一樣有黑色的防刮 這個壓尾這裡還配黑色 這裡多的鍍鉻條 凹進去 拉出來 這個做工是多麻煩啊 下面就沒有銅色了 F-Sport是整個銅色 它有黑色的防刮 然後一個霧營 然後這裡再做一塊 然後再黑色防刮 就不會覺得它很大台 反而覺得它是有年輕化的感覺 充電的效率呢 據說好像可以在兩個小時左右可以充滿 到時候有機會實測呢 實測給大家看 我們就進車室裡面看看囉 第一個我沒有F-Sport 所以我沒有金屬踏板 但是我日常生活使用 我覺得對我沒有什麼影響 而且我多了一個比較不一樣的內裝了 我就會叫做山伯中 不是你們家的三伯喔 是山伯 你不要問我二伯在哪裡 二伯是菜仔仔拼 開玩笑 好啦 450H Plus呢 這一台還是頂規 所以我也得到了天窗 以及我的後照鏡一樣呢 還是電子後照鏡 如果我到時候倒車 或者是我需要看後面或後箱打開 它都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車室裡面一樣還是Tazuna 正式上市記載 我們應該還會看到350 以及350H 內裝我剛剛說F-Sport可以選黑跟紅之外 你會看到除了我這種深棕 那它還有一個比較亮眼一點點的 叫做金鑰棕 也很好看 那種棕就是比較亮色 像精品包包的那種棕色 或者是你可以選絲絨白 有點像是淺淺的灰白那種感覺 以及尊絕黑齁 一樣的排檔方式是往旁邊 往上 往旁邊 往下 都是很簡單很快就可以適應了 一樣有無線充電板 這裡可以看到兩個Type-C 對不對 當然這個車子這麼大台 它就是要載家人的 所以呢 後面也有獨立的空調 讓整車的人都可以很舒服 那門板呢 因為我現在呢 車子內裝是選這種 山伯宗 所以我們門板也有呼應 這種擠皮下面的皮質很好看 然後Mark Liverson 一樣有空氣進化 一樣有座椅的三組記憶功能 在這裡的地方 你要加油啊 加電 後尾箱開 全部都可以在左邊做動 如果你只是要一個通勤代步 動力好的車的話 就350其實獨不使用 甚至你不用買到油墊 但是你如果希望油耗數字漂亮一點的話 350H至少是油墊它是方便的 但是這些所有的車款車系裡面啊 油耗最漂亮的是我現在做的這台 RS450H Plus 因為是插電式油墊 大部分的時間我朋友開 之前NX450H Plus啊 他說他已經忘記加油站長什麼樣子了 太久太久沒加油 真的是非常非常省油 你也不用擔心電用觀光 這是很便利的 這一次我比較好奇就是這個500H F Sport Performance 這台車目前為止呢 媒體還沒有試到車 因為今天現場看這些都還不是正式要量販的車喔 因為11月23才正式要在消費者面前 在媒體面前讓我們看得清楚 相信到時候還會有些細節的調整 那你想知道規格上面什麼差異 就讓我們知道囉 因為我們看了一整本的規格 很多很豐富喔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 幫我們Sport Service找出來 這次真的拜託不要讓大家笑我喔 忽然半天 大家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我馬上就會推出試車影片囉 See You -end- -